你也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大家好 欢迎收听人生第一次 我是Tako 我是魏婉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关于月光族的生存之道 对没有错 你们的主持人 魏婉 我也是其中一员 但是我是准备毕业了的 我是准备要退出月光族了 然后我Tako呢 曾经也是月光族的一员 不过我已经顺利毕业了 身为月光族的一员 魏婉 你可以我们诠释一下 什么是月光族 讲到这一个 我呢 今天就带了一个朋友 来跟我们一起聊关于什么是月光族 跟月光族要怎么去生存 那我们欢迎我们的 哈喽你好 我是从理才开始的崇尾 如果有听过之前我的那个podcast的话 对对 大家可以去再重新听一下实际的这个理才知道了 对没有错 因为崇尾就是我们之前shockpodcast里面有一档叫做 从理才开始的主持人 对的 所以博客博客 博客对 就是从那边其实认识到了崇尾 然后有跟他稍微浅浅的聊过关于就是理才的部分 然后今天呢就因为要聊到月光族 所以就请崇尾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当然我曾经是月光族哦 那可能这是我大学的时候的经历啦 待会还是可以分享一下 当然月光族有两个不一样的category 因为每个人对月光族的一个理解不一样 当然很正常的想说你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收入 但是月尾的时候就看不到任何的钱 因为你已经把那个钱给花光了 所以到月尾的时候就光了嘛 就叫做月光族哦 当然另外一群人是他们可能理财官没有这么好 他们就是只消费 没有去所谓的实践理财的一些比较好的习惯 像是存钱 像是去分辨你的消费是否是 Nissan One就是需要还是必须 嗯 啊 所以变成他们就开始有点不稳定 他们的存款 所以这个是比较more on 他们的理财观念不太好的人 其实我们也可以叫他叫月光族 嗯 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一人站一边 哈哈哈哈 因为我的情况我先分享我的情况好了 因为以前是大学的时候 然后就只有固定的那一个呃 所谓的津贴 嗯 因为大学时候没有工作嘛 对 所以以前我记得我只有400到500令吉的每个月的津贴 哦 然后我又要吃饭呢 对啊 有可能会去跟朋友出去玩啊什么这样子 所以有一次我非常的深刻印象的是 我要把我的钱还给我的朋友 因为我们刚好前一晚去happy happy了嘛 嗯然后就我发现到原来我的银行存款里面是不足够的 嗯 那个钱可能说是一百块忘记了 但是我的存款只有可能八十七十 我连钱都不足够还给我的朋友 所以就意识到其实 原来大家所聊的月光族 真的是那么的恐怖 当然这就是反映到 刚刚我说的其中一个 其实我的情况跟 从未的情况差不多 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 我是收入占比比较高 我的花费其实 真正来讲其实不多 就是我的花销不多 但是我的花销的金额很大 就除了必须的花费花完之外 我后面有剩下的钱 我就想着我开心 就是我要买我想要买的东西 开心 对就是开心 然后我想要买我想要买的东西 所以就会把那一些剩下的钱去消费 这就是跟 就是那个从未刚刚讲的 就是其中一个类型 对其中一个类型 对于理财上面的一个分配 他们的存款 或者是他们的收入的分配 可能有点走火入魔了 觉得说 这个笔钱好像还可以用 那我用掉它好了 这样子 那我这里是我也是有收入 可是就是有很多基本的消费 扣除完之后才变成月光族 就不是因为喜欢的消费而消费掉 是基本就是必须要的一些支出 所以我怎么从月光族毕业呢 就是我透过增加我的收入 所以增加收入过后就可以 这是我后来发现到的 你真的要有财 你才能够理财 所以 让奥来讲的话 两种月光族 我觉得像我这种的月光族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生活的压力 感知不明显 就是可能平时的生活啊 或者是家庭啊 就是没有到很贫穷嘛 就不需要我们担心太多 家里可以负担的都负担 就是小康家庭样子 然后生活也没有遇到过很多大风大浪啊 意外什么的 就平平安安 幸福快乐的这样子过着过来了 加上没有理财的习惯 然后注重消费 所以才导致了月光族 还有一种就是刚刚Tako他讲的 他是属于可能有了一定固定的收入 但是他的固定收入不能 或者是说他会有入不付出的这种情况 是因为他没有多余的资金 就是扣除了他的花费之后 他没有多余的资金去进行其他的活动 这也就导致了 但是我好奇的是哦 其实我们可以真的深入去探讨这个东西 因为当然我们今天也是要分享的是 如何去生存嘛 所以我们要先找出那个根源出来 对对对 当然有一些人就是因为理财观不好 他们觉得说这个消费是让他们开心的 所以有一股冲动嘛 对 他才会变成月光族嘛 但是好像Tako的部分的话 其实他后面有一种情况是 你已经懂你的收入是固定这个这个数目了 例如说我给个比方是两千令吉 这样你其实是应该懂 你只能够花多少 这样你是不是会去adjust 你在生活上面的那个需求 对对对对 例如说你不要去买这样贵的房子 你不要去租这样贵的房子 你不要去吃那么贵的东西 但是我好奇的是 如果你再去重新评估你以前的那个生活的时候 他有没有办法再这样更低 那个生活上面的那个committment 其实以我个人来讲 我是可以这样更低的 对 可是那个生活品质 就是非常的下降 对对对对对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法 就是你提高你的收入 但是如果你的情况是你没有办法去解决 你的收入就只有这样多 这样虽然那个生活品质是稍微可能比较低 因为你一定是要住或买一个可能 不需要那么高消费的地方或是屋子 然后你要吃没有那么好 然后你需要花时间去做便当等等等等啦 然后真的是很多很多消费都被局限的情况之下 生活品质一定会比较不好 但是他的确是可以帮你很直接解决 你变越光族的一个状况 但这只是可能maybe其中一种情况啦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 他是真的就是收入稍微再低一些 他的所有的基本的需要的话 因为现在的那个inflation很高嘛 所以你吃东西你即便是自己煮的话 其实也需要花很贵的价钱 所以的确是要看个人的一个情况 因为该我给的比方是2000块嘛 所以其实如果是一个2000块收入的人 他去租屋子 租了多么简陋的屋子可能都要几百块 三四百块 然后去吃东西等等的 其实真的是很难去逃脱 从这个月光族里面逃脱 所以就真的很像Taco讲的 除非你去增加你的收入 才能逃脱 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我的例子 哎呀突然间就是公开促行的感觉 但是也是因为我突然间就是 因为我是跟朋友聊到 关于这个东西 他提醒了我 我才觉得 哦原来要这样子去想 他就有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 如果突然间生病了的话 你有钱可以给他们看病吗 那时候我就沉默了 我就突然间觉得 哦是我 如果我的父母突然间生病了 我没有钱给他们看病 那如果我没有钱的话 我可以怎么办 我可能就是借钱 但是借了过后 我有钱花吗 我就开始慢慢去深思这个问题 然后我突然间想到 哎万一不是生病 他是可能出车祸 突然要赔偿 或者是突然间要做手术 我有钱能帮上忙吗 好像没有 然后我朋友就再问我一个问题 你有想过你的未来吗 就是你现在没有钱可以 你三十多岁四十多岁 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 你没有钱或许还可以 但是当你可能七八十岁八九十岁 当你到了退休的年龄的时候 你没有工作 你没有存款 你还能生活吗 像我前面刚刚讲的 可能我的生活就是真的很平平安安的这样子过来了 我没有去想过这一个问题 从来没有人去提醒过我 或者是我自己会去想过这个问题 当有一个人问我 我才突然间意识到原来 原来大家讲的一定要存钱 是为了这些以防万一 然后我就开始去做一些research 要考虑我退休后 没有工作了 我就坚持自己月光族的生活方式 到我退休的时候 我该怎样办 我就去search 我就发现根据那个公寄金局 他们的data讲 如果你要在55岁退休 这样你退休前 你就至少要有24万令吉的存款 你才可以在你退休后 拥有就是每个月1000令吉的生活费 一直到你75岁为止 你万亿活得更久 你可能八九十岁 你75岁后你要怎样办 更不要想哦 可能还有通货膨胀的可能 所以到你退休的那个时候 可能不只是翻一倍吧 他可能是翻好几倍 这样子你每一个月1000令吉 可能到时候1000令吉 等于现在的就是500块 甚至更少 你能活到下去嘛 所以那个文章 他就有问 你的理想退休生活 要花多少钱 你就要开始计划了 你几时退休 你退休后你要活多长 然后你的每一个月的基本 花费是多少 然后算算算下来 一年可能要三万多 然后你退休后如果可以活 就可能一到九十岁这样子 那就是七十二万 七十二万 七百二十千 对 再加上那个每年的那个通货膨胀 对 可能甚至要更高 到一百万 一百万 的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吓人的 因为如果一个年轻人 一个二十多岁刚出来工作的人 距离一百万其实是非常非常远 除非他之前有很好的投资 还是什么 或者是他的 所以如果我们还以 所谓的B40 M40跟T20来区分 甚至是家庭背景来说 正常的人距离一百万 其实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的 所以他其实不是不能够达成 只是他需要 例如说我们每个月去缴公积金 他缴到一百万 其实就是需要你工作三十到三十五年的 一个这样长的时间 你才能够去累积到一百万 所以有什么理由让你不去 不现在开始存款 对 所以这才是让我突然间惊觉 我真的要现在开始就是存钱了 我不能再说因为开心而去花费了 开心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轻的 你是二十多岁 这时候你还有时间 那如果现在已经可能三四十岁了 你才开始存钱的话 那你就要辛苦一点 但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在此至少你有开始存钱 也比你没有存钱的好 这个时候就要打个广告 就是以前有讲到一个负利的一个效应 就是你慢慢存越多越多的时候 你把它放在FD也好啦 定期存款也好啦 你把它放在公积金也好啦 什么什么情况都好 就是一个很保险的 百分之三到四到五的一个情况 你现在只存一百令吉 你的百分之五是很少 但是如果你存到了一百千 有十万的你的百分之五是不一样的哦 对对对 前面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因为你今天存一个十令吉啦 明天只有二十 但是你存了如果是五年之后呢 那个存款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再用这笔钱 就用最保守的一个想法 放在定期的话 它那个百分比是一样的 百分之三也好啦 百分之三 十块钱的百分之三是很少 但是你如果存到了一百千 百分之三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你的存款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乘以那个百分比 就是有所谓的那个 负利的效应 所以那时候 如果你现在是三四十岁的话 就可以用负利这个方法 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是可以用啦 年轻人前面就会更辛苦 因为你从十二十任的开始嘛 但是三四十岁的人也不一定不辛苦的 因为他们如果是前面的工作的时间 都是月光组的话 你现在要再重新的去做那个布局 你剩下的时间 如果你能够活到八十岁 你剩下的时间 比那二十岁的年轻人是少了十年 对 确实 所以你的负利效应要达到同样的效果的话 你需要花的钱去做存款 这个动作是更加的多 你才能够达到一样的那个效应 但是如果你跟那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是一样只是一天存十块钱 这样其实不会有同样的效应了 因为别人已经有十年的累计了 而且就不排除现在三四十岁了 他可能有家庭了 对 他需要负担的东西其实更多了 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一番话 其实就是对于刚毕业啊 二十多岁的朋友们 我的同类了 就是一个提醒吧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也是朋友的提醒 我才开始讲这个问题 所以我前面一开始讲的 我要脱离你们了 哈哈哈哈 其实这样的原因 从可能下个月开始 我就要就是认真的去存钱了 那世界上就怕有个万一嘛 就是你不知道意外的明天哪一个先来 所以如果你能就是平安幸福一辈子 当然是最好了 但是就你真的不知道未来 虽然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的状况 都是很悲观的 对 生病啦 车祸啦 或者是不够钱用啦 就是很悲观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平常心的心态 去看待他的话 其实他不是我们生命当中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就像要车祸这样子啦 你当然不懂明天会不会有车祸 但是就是我们在路上 都会看到有车祸啊 它是一个很正常的 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来的 所以其实摆脱月光族是一个事情 因为你摆脱月光族 不一定会等于你是变成一个富人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category要讨论的东西 但是你要先摆脱月光族 你才可以慢慢累积那个财富 对 不会有一个人今天摆脱月光族之后 明天他变一个很富有的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我们谈的只是说 月光族如何先摆脱是第一步 当然我们为什么谈到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的心态要正确嘛 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是不应该这样悲观 我们当然也是要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 例如说 卫文他喜欢买他喜欢的东西 来当作是他生活的一个调剂品 但是他需要有一个限度 他需要有一个limit 当你reach到那个limit之后 你就要开始懂得如何停下来 对 这个就是我们part 2要讲的 原来啊 原来原来 对我们part 2要讲啦 就是我们这一集呢 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提醒而已 就是你要先从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先去懂你的根在哪里 才能真正去解决的问题 当然我们以上说的很多是很悲观的事情 非常认同 但是如果我们重新的去思考 或者是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形态去看待的话 他的确是人生当中一定会出现的问题 而且时代在改变 环境在改变 很多百怪的病又跑出来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真的是不懂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存款不是更好吗 他是能够帮你去分担那个风险 我会比较悲观 是因为就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不会去特别去想 他会有这个意外 所以我才会以一个稍微比较悲观的 就是assemble来提醒那些 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太安逸 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朋友们 就是一个提醒 但是如果你曾经遇到过这些情况 那你应该会比我更了解 就是意外的来临的时候 是真的你控制不到 但是当然你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 很足够的存款 但是他至少还是可以帮助到你一点点 你就是当你 他说有一天 真的是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你还可以开一下你的银行户口 我有这笔钱 我还剩下多少钱要去筹 但是如果你打开银行户口是零的话 你需要去筹的钱是更大 等等之类的 我们画一个方式去思考的话 其实真的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所以就是一个提醒 从根本开始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去努力生存 那这一集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解决方法我们留在下一集 所以记得留守我们下个星期的人生第一次 我们会教你一些方法 来开始出续你的存款这样子 祝大家可以从月光族毕业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拜拜